是一名中学老师 男朋友是一名国企文员 两只戏狗加起来还没二百斤重 在这次这次丧失横行的末日浪潮中 终于狗到了最后 武林家长发信息来请假的时候 我们班刚排上队准备打午饭 周一刚见面的学生像羊群出圈一样吵闹 用眼神示意他们安静下来 我拨通了武林爸爸的电话 武林爸爸你好 孩子是什么时候请假呢 下午还有个单元册 没等我说完 对面急促又大声地打断我 老师你好 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估计二十分钟到学校东门 麻烦您让小林现在赶紧收拾 所有书本和衣服能带的都带上 好的 我没多问 当即就叫出队伍末尾个子最高的男生 让他跟我回教室收拾书 作为一名私立学校的老师 尤其是A城的国际私立学校 分部校长每天成会慷慨陈词时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学生家长是上帝 而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我们 在A城这个光鲜亮丽 辉鸿盛大的城市里 被叫做服务者 所以只要是家长要求的 我拿出讲台抽屉的请假条等着他 几分钟后他突然抬头问我 眼眸一片暗淡 老师我想在学校不想回家 你可以和我爸说说吗 我愣了一下 开学到现在他很少说话 总是怯懦又安静地 趴在角落的座位里 学校本来是不接受这种问题学生的 但他爸是A城某军区的中将 轻而易举地把他送了进来 校长点头哈腰的迎进门 千叮零万嘱咐一定照顾好这个小祖宗 此刻他长久安静地注视着我 我扫过他胳膊上几出新的瘀青 叹口气帮他收拾好书 走到门口对他说 一起去吧 我试着问问 到门口时他爸已经等在那了 一米九左右的高个男人 正站在黑排的越野军车边 满脸烦躁地打电话 胳膊上硕大的肌肉 把深绿色作战符撑得鼓鼓囊囊 看到我们后走了过来 口中的话还没停 截止到后天中午十二点 别跟其他人说 还剩几步时挂了电话 查我点点头 接过我手里的书包 笑着说道 麻烦老师了 武林返校时间我之后再跟您说 我们先走了 武林站在我身后 并没有走出去 他爸走了几步 又疑惑地转头招了招手 过来啊 小林 我深吸一口气 露出标准的职业假校 武林爸爸 孩子转学过来刚适应 这个阶段 其实应该尽量减少请假 您看 又被打断了 老师 不劳您费心了 实在家里有事 说完三步并两步走过来 把我身后的武林拽到车上 大声地关上车门 车子启动的声音 才响了两声 武林突然打开车门跑了过来 飞奔到我身后 抓住了我的衣袖 他爸也紧跟着下车 摔上车门 气冲冲地向我俩靠近 我看了眼保卫处 两个大爷已经知道是学生家长 压根没注意这边 正乐呵呵地聊天 我暗暗地把武林 往我身后又拉了 人高马大的男人 定定地走到 离我只有两拳的位置 盯着我身后 怯懦发抖的孩子 停了几秒又转向我 低声说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老师 小林说过他很喜欢你 但是事态 紧急今天必须请假 希望你能理解 我平复着刺客 在军人威压下 跳动不停的心脏 突然开口 他身上那些伤怎么回事 他爸顿住 看了一眼后座无奈地说道 他的妈妈脑子有病 不是我打的 后座确实能隐约看到有个女人 正透过车窗 死死地看着这边 他爸说完又看向武林 爸爸给你保证 这次带你回爷爷奶奶家 你可以一直待在C城 不会和他见面 拉着我衣袖的手松开了 我看着面前军人的眼睛 把武林拉过来交给他 他现在需要平和的环境 别让他继续受刺激 男人正中地点了点头 走了几步又突然转过来 环顾四周后 巧声对我说 A城后天中午12 零零封城 做好准备 也告诉别人 封城 我坐在食堂边吃饭边 消化他说的话 上次听到封城这两个字 还是两年前的疫情 如今既没有疫情 也不是流感高发期 连学校都没有停课 为什么会封城 正想着 学校大群突然蹦出来消息 接教委通知 因近期流感频发 明天全是中小学 幼儿园评课 在家线上学习 各位班主任收到请回复 尽快通知所有家长 无论住宿生还是走读生 务必确保下午6 零零前让所有学生离校 有任何问题 及时联系各部负责人 联系方式如下 高中部负责人 人华 电话 真的停课了 虽然通知上 停课原因是流感 但近期A城 根本没有流感爆发的任何新闻 既然用了其他理由 来演示真正的停课原因 那么武林爸爸说的封城 应该是真的 我三两口八万万里的饭 把消息里的六 零零改成四 零零 先在班群发了消息 又挨个通知到了所有家长 接着去学生宿舍 通知学生收拾好东西 去教室等我 果不其然爆发了一阵 又一阵欢呼 身处像雅塔的孩子们 不会去思考后果 只要能放假 就是一等一的好事 交代宿管阿姨看好学生以后 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看了眼手机刚好12 30 关上门后立刻给好严打电话 开着免提收拾行李 他是A城高速公路集团的文员 我俩大学是同班同学 学建筑 他长得好看 我是眼狗 大一时被我追上后就一直在一起 毕业后又一起 从西安来到A城 我自考教师 资格正进私立学校做了老师 他面上国企当了文员 我们是八年期间 从未分手的男友朋友 是一起 飘了三年的监控盟友 总而言之 我相信他 我把上午发生的事情 和京市所有学校停课的消息 跟他简要说完 沉默了几秒后 还哑声问道 现在先假定封城是事实 我们是留在A城 还是离开A城 离开A城又去哪 其他地方会封城吗 交通工具又如何选择 好兄弟 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 思路清晰 高瞻远瞩 我喝下一大口水后 做了决定 首先离开A城 武林他爸是军人 知道的内部消息应该更多 所以跟着他们出境更保险 其次 回S城 回老家 武林他们回C城 我记得他爷爷买的家是杨泉 山闪梁省离得很近 而且咱俩的家人都在S城 可以让你爸妈都去我家 远离市区的自建楼更安全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 可以储存东西 不知道这次的事情 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可以在家人身边更安心一点 他突然开口打断我 最后开车回去 我刚刚搜了机票和火车票 之后几天的票全部收清 知道封城消息的人 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我们得尽早出发 好 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待会把班里的学生 全部送走以后就能走 你请完假后 先回租的房子 把水 吃的东西和衣服搬到车上 羽绒服也拿上几件 不知道会封到什么时候 电脑 现金 各种电子产品都被落下 对了 挂完电话 立刻跟你爸妈联系 好 挂完电话 我赶紧给我妈打去电话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 在听完我从头到尾的讲述后 他精辟地总结了两点 一 首都A城要封城 我和郝岩今晚开车回家 他父母也过来一起住 二 事态很严重 我们班是22人的小班 12 二 事发完通知后 已经有三个离得近的家长 去宿馆那里签字 领走了学生 加上早上走的50 目前班里还有18个学生 家长到校后 联系我学生才能出教室 之后去保卫处刷脸离笑 我先在班群里 编辑了流感严重回家后 尽量不出门 囤粮炖药的通知 又开了个小班会严肃地警告 放假回家后不要出门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大部分学生都听进去了 只有后排三个男生 不懈地对望一眼 不以为意 嘻嘻哈哈地继续吵闹 我垂下眼 顺手拿起讲台上的语文书 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陈生说道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不可能周一就让全一层的学校放假 需要你们长点脑子 不要把这件事当玩笑 可能第一次见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 我又问了一遍 答应我 回家后不出门 跟父母说 尽可能多准备点吃的和药品 能做到吗 能 我终于松了口气 没办法透露太多 只能让他们多做点准备 我点开黑板大屏 播放了常见危险 及自救办法的公安局宣传片 学生们安静地看着影片 等待着家长的消息 好言发来消息说 他爸妈已经动身出发去我家了 我回复后建了个群 把两家人都拉进来 让他们一起商量要做准备 在各个软件搜了一遍后 我会总了一份清单 发到群里 刚发完四个老人就齐齐回复收到 竟然我有一种 齐心协力的莫大满足 接着好言又补充到 按一年的量准备吧 太阳能充电器和电池收音机 也多买几个 还有各种自卫的武器 比如高压电棒准备50个 他果然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危难之下 人心不古 我们必须有自保的能力 否则就是怀避其罪 被恶人盯上 我爸回复道 好的 我们四人已会合 现在分头行动 两位妇女同志去采买药品和日用品 我们两个青壮年 去准备剩下的物资 顺便去学校接回你地 青壮年 交头接耳 还有的在看书写作业 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愿 四点钱能全部接走 又过了20分钟 好言发了消息说 所有东西已经收拾好 他已经离开租的房子 正在银行排队 我走出教室 拨通了他的电话 嘈杂的声音从听口里传出 银行也有许多人 梦然你手机的钱 买咱俩图中的物资 我刚把咱俩这几年所有的存款 都提到了一张卡里 现在给你爸转过去 一共80万 他继续说道 声音有些急促 咱俩的父母 虽然也有些积蓄 但是现在所有的物资 都得靠他们准备 我打断他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你做得很好 咱俩以前扣扣搜搜的攒钱 是为了买房 落户 留在这里 可是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不是吗 现在活下去 才能想以后的事啊 你比我细心 想得长远 我支持你的所有决定 他突然有些犹疑 梦然 你说万一 停客 银行排队 机票授庆 现在的种种迹象 都表明武林他爸说是真的 但万一 万一真的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们所的一切 就等于把钱打水漂 这三年来的一切努力 都会归零 我恍惚了一下 后背伸出一层冷汗 又突然想起武林爸爸 告诉我这个消息时 笃定了语气 缓缓说道 万一这是一场闹剧 压根不封城 也没有任何的灾难 我们就在老家开个超市 最差摆地摊也能回回血 反正没贷款没涉账 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我们才刚毕业三年 以后还会无数个三年 他轻笑了一声 沉声应道 好 只要人还在 只要你还陪着我 咱们啥也不怕 我不自觉地微笑起来 就起来的心终于放下 进教室打开支付稿和微信 一共还剩两万四千 地图显示 从雷城到我家要十三小时 我俩轮流开车 加上吃饭上厕所 以及服务区加油 最少也得十五小时 也就意味着 如果下午四点能出发 最早也得明早七点到 这还没算拥堵时间 和其他的意外情况 想了想我又在美团 下单了两箱红牛 石和湿利架 以及大量的面包 放泉水 牛肉干等各种零食 以及便携尿袋和卫生纸 一共花了五千 十几个外卖显示 四十分钟后三点送打 此外 还得让好严买点自保的武器 于是我给他转了一万五 发消息让他从银行出来后 先去军事用品店带来接我 高压电棒 井棍 冲锋衣和作战靴 能买得尽量多多买点 三点十分时 所有外卖都送到校门口 保安大爷打来电话询问 我说要回家 醒亲让他帮我存放在保安室 此时教室里还剩最后两个学生 隔壁班刚打扫完卫生 正在播放恐怖电影 学生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他们班还剩很多人 大富便便的主任 拧着水杯经过我们班时 还惊讶了一瞬 夸到今天效率真高 我顺便请了个假部 参加今天下午的例会 又过了半小时好严 发来消息说他大概五分钟到东门 可以准备出门了 教室里还剩为一个女生 我和他连续给他家长 打十几个电话 仍旧无人接听 来不及了 把他交付给隔壁班数学老师 留好家长帮电话后 我拖着行李箱跑向东门 赶到时保安大爷 正在帮好严把东西往车上放 紧要的自卫装备 被整整齐齐的马在后座 用后毛毯盖住 后备箱装满了衣服和吃的 我抽出来两件大衣 把行李箱塞进后备箱的空隙 又拿出两天量的食物和水 一箱红牛放在毯子上面 整个车的后半部分 被我们塞得满满当当 像一个大大的靠背沙发 我满意地拍拍手 关上车门 好严看着我抽出来的大衣 笑着说道 其实前座还有一些空余 你要是舍不得 他们可以垫在下面 我看着地上的大衣 灰色的Bonnie 是去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纯黑的Max Maurer 是我工作以来 给自己买的第一件大牌 舍得才是假的 那还是戴上吧 十月的晚上有点冷 可以盖着腿 我捡起来拍完灰 把衣服塞进了 出架前面的空位 有垫下面 会弄皱 上车前我又拿了几瓶红牛 和一大袋牛肉干 递给保安大叔 不知道封城多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再回来了 十月的A成天黑得很晚 四点多还算正午 火热的太阳 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好严东奔西跑忙力上午 我先开车 让他吃点东西休息会儿 校门口的停车场 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 刚从学校出发 就堵了长长的一段路 二十分钟后才慢慢通畅 开上金昆高速时 已经是下午五点半 高速路上比平时人要多点 但还没去年的国庆拥挤 好严搭在大腿上的手里 还握着半根牛肉干 脑袋却已经斜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微张的嘴发出细微的憨声 在急迟的车内 像小猫被挠下巴时 愉悦的呼噜声 如果忘却可能即将到来的灾难 现在的场景 跟平时周末自驾游 似乎没有任何区别 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天才 慢慢按了下来 晚霞红彤彤的 站了半边天空 好像血液的残布 我们没有买汽油 好严单位管辖的区域 是A乘车流量较多的一段路 他看过了太多事故 觉得汽油桶放车里很危险 所以决定沿路停车加油 7点10分车进入第一个服务区 加满油后我叫醒了他 一起下车 吃了两碗热腾腾的牛肉面 每人加了一根肠 一个卤蛋 油汪汪的肉肠很有嚼劲 幸福的饱腹感 让人昏昏欲睡 活动筋骨 上好厕所 我俩又洗了个冷水脸 微微的凉风吹过 我穿着衬衫的胳膊 扶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上车之后已经8点 我把大衣盖在腿上 让他两个小时以后 叫醒我轮换 再次醒过来 已经是晚上11点了 地图显示 还有40分钟到岔路 上太原二环高速 你下一个服务区 还有几分钟 留还生一小半了 待会上个厕所后换我吧 好 我俩一口红声地 打了个哈欠 相视一笑 还有七百米 到达下个服务区时 车突然多了起来 大陆上只有零星通过的车辆 服务区的小路去排起长队 我们还是贴了上去 害怕油箱撑到下个服务区 等了十分钟后 这条长龙还是缓慢窝形 车队几乎没动 我解开安全带 准备下车看看 好言一百将我拽了回来 我去看 你坐过来 我点点头 从后座递给他一只电棒 也拿了一只捏在手里 他下车后 从车队左边的缝隙中穿过 风把衬衫向前吹鼓 显露出后背拖出的蝴蝶骨 一直以来他都很瘦 看起来像一根酷白的竹子 这根竹子快速向前 离开了我的视线 独自等待的时间万分漫长 又过了十分钟 他还是没回来 我的心脏砰砰的跳动着 在安静的车里 仿佛能听到回响 我捏了捏手中的电棒 禁止自己去联想任何可怕的情况 就在我以为 时间快要静止时 车队前方传来一阵躁动 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在车边打架 争抢着什么东西 我打开手机拍照放大 那黑色的大箱子 竟然是一个三十升的汽油桶 看到这样的情形 越来越多的人 从车里出来跑向加油站 在黑夜之中 无数红色车灯的照耀下 这些身影隐隐绰绰 东摇西晃 让人想起 鲁迅笔下童年遥远的设计 我尽力忍着下车的心思 额头上一出来冰凉的汗珠 捏着电棒的手指逐渐发白 忽然一只带血的手 拍在副驾的窗子上 整个车身跟着震动起来 我的心猛然揪住 向右看去 黑暗中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车右侧缓缓一到车前 是好言 他满脸是汗 额前的头发全被禁湿贴在脑门 左手提着一大桶汽油 右手沾满了鲜血 胳膊上的血 还在从衣袖中不断地流下来 我连忙下车走到他身边 汽车的鸣笛声 和各种争吵叫骂声 瞬间在耳旁放大了无数倍 他哑着嗓子让我先上车 于是我赶到侧门 把副驾的椅子往前移 接过他手中的油桶硬塞了进去 又把椅子前面的大衣扯出来扔掉 再扶着他躺在座位上 我也坐进车里 轻轻拉过他的右手 解开袖口的扣子 一条约十厘米的伤口 从手腕上方一直延伸到手肘 红色的血肉翻卷出来 触目惊心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用手背迅速抹掉 准备去后备箱拿出租房里带过来的药 好言用左手拉住我 嘴唇苍白 低声吩咐我先开车离开这个地方 远离这里 越远越好 他仿佛不愿意回想刚刚看到的所有事情 急切地督促我赶紧开车 我把车开得飞快 几乎能感受到车轮与地面的摩擦 忘记过了多久 他终于让我开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 下车后 我慌忙地从后备箱翻找出医药箱给他上药 手掌上的血迹已经干涸 一片细碎的深红血痂 胳膊上的口子应该是菜刀划出来的 一道长长的整齐的切口还没完全愈合 我拿了一整瓶点酒倒上去 他轻轻地撕了一声 猛地握紧拳头 又缓缓松开 让我继续消毒 凤凰的蹬下 伤口的血肉更加害人 消完毒后 我用了一整卷纱布包扎住 血终于没有再渗出来 在我收尾打劫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 梦然 你还记得咱俩一起看过的形式走肉吗 我顿了顿 脑子里出现了内部腐肉和鲜血充斥着的影片 记得 怎么了 我蹲在地上打完结 仰头盯着他 他咽了咽口水 艰难地说道 我刚刚到加油站 玻璃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 仙道的几个人正打电话投诉 收费员突然出现在门后 嘴边全是血 僵硬无比的走路姿势和猙獰丑陋的表情 都像集了电影里的 他好像极不愿意说那两个字 我俩一路上猜测了无数种封城的原因 疫情 流感 甚至瘟疫 却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荒谬又恐怖的缘由 丧尸 真的出现了吗 我的力气像忽然被抽干了 好严 那你的手 放心吧 丧 他没出来 门锁着呢 这是抢汽油的时候被刀砍的 没有沾上病毒 好 我哭出声来 起身用力地抱住他 我们一定要安全到家 起身回到车上 已经凌晨两点 地图显示还有五个小时才能到家 车辆不时地经过 今夜的高速公路毫不冷清 我又灌下一瓶红牛 没管限速 紧紧握着方向盘往前开去 脑子里只有一件事 回家 回家 终于看到白色小楼市已经天色微亮 我才意识到快到家了 长时间绷着的胳膊已经酸色僵硬 踩着油门的右脚正在发抖 甚至根本感受不到右腿的存在 好严的脸烫到通红 紧皱着眉头 靠在车窗上 我叫醒他 让他对我爸改电话开门 电话才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似的老人早早醒过来等着我们 我爸和他爸收拾整顿车上的东西 我妈和好严妈妈 扶着我俩进屋坐下 桌上已经摆着小菜和热花卷 放着两碗温热的粥 除了进门左侧的沙发和桌椅 一楼的客厅都堆满了物资 狼吞虎咽的吃饱喝足后 我才有一种回到家的现实感 摸出手机一看才六点不几分 恐惧和希望极大的激发着我的潜能 好严吃完饭喝了退烧药后 也有了些精神 叫来四位老人 又把我弟喊醒 他的妈妈边流着眼泪 便给他的胳膊涂要包扎 我俩摆一路上的遭遇 简要地说了一遍 丧尸的消息让五人正愣了很久 饶恕我弟这种经常看恐怖片 丧尸片的人 一时也无法接受 我和好严对视了一眼 对他们的反应毫不意外 恐怕只有亲眼见过 丧尸咀嚼血肉的场景 才会接受灾难真的来临 虽然回来的路上 只见到加油站的这只丧尸 但各种社交平台上 已经爆出了好几例丧尸 发疯咬人的视频 A城更是重灾区 发出来的视频几秒就被和谐 又以聊天记录的形式 被打爆出现在各种微信群 但收到消息的 更多的是 走在吃瓜一线的年轻人 四位老人和一个高三生 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一起看了搜到的视频 他们也终于面对残酷的现实 的确有丧失 而且数量可能比想象的更多 随着人流的扩散 到这里是迟早的事 之前所做的准备 都是必须的生活物资 我们必须加强安保 院子的大铁门还不够厚 围墙也没有任何防御措施 窗户的玻璃太容易碎 地下室的木门不堪一击 还有这么多的漏洞 可是危险已经近在眼前 强忍着疲惫和睡意 我给每个人分下任务 我爸之前在建筑队工作 他负责去建材市场 找施工队加强安保 电网和监控摄像头也都加上 好颜爸爸经商 各种路子比较广 他负责购买各种防身武器 还不清楚丧失的弱点 我们之前囤的电棒很可能没用 购买的菜刀斧头等也不够轻便 好颜妈妈当了几十年的护士 她负责继续补充药品 和购买一般的医疗器械 我妈也带上好颜一起跟去缝针 好颜的受伤让我们意识到 除了日常用药 外伤的相关治疗也非常重要 我弟负责看好大门整理物资 昨天突击购买的物资 大部分都放在一楼大厅 地下室只搬下去了 塞满各种肉食的三台大冰柜 和部分食品 还需要把暂时多余的用量也搬下去 我被一致要求先睡一觉补充精力 没推脱坚持 通宵开车后 我看东西都重饮 必须休息一会儿 才能更好地应对接下来的情况 大家都出门后 我从楼上拿床被子 窝在沙发睡觉 孟非在我旁边 把成堆的物资一趟趟往下搬 一边耳朵还带着耳机 给同学们打电话 我没有禁止他们 提醒其他人准备物资 只是理由替换成疫情严重 需要长时间的居家隔离 有了几年前的居家经历 大部分人都开始动身囤货 做好准备 只有极少数人仍旧固执己见 甚至埋怨我们不该传播虚假消息 造成恐慌 我们也没有过多地反驳和劝解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和要承担的后果 我们繁锁了院门和大门 约定好所有人回来之前先电话联系 尽量避免意外发声 孟非来回走动的身影 像一场精准的催眠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头脑发晕 沉沉睡去 被极大的撞击声吵醒后 已经是上午十点 外面正在新幻院门 我爸带着施工队已经回来 客厅的门仍旧反锁着 窗帘也紧闭不开 孟非解释说 一楼堆放的物资 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 不错 还挺细心 我睡了三个多小时 除了膝盖还有些不适 已经没有太大问题 也连忙加入了 紧锣密鼓的搬运工作中 十一点整 大部分囤货已经被安置好 明年粮油各种食品 被整齐的堆放在角落 衣服和日用品成箱的马好 医药用品和各种电器 也都按需摆放 之前空荡荡的地下室 现在就像大型超市仓库一样齐全 除此之外 每个卧室都放了十根电棒 和一些防身的武器 一楼的客厅 厨房 卫生间也都在最显眼的地方 放着电棒和武器 衣服和常用的日用品 在一楼和卧室也都存放了一些 厨房的冰箱 只放了半月的肉菜 和部分米面零食 我们的卧室都在二楼 一共四个房间 我 我妈和好颜妈妈 住有不必卫生间的朝阳的主卧 客房的床也搬了过来 好颜和他爸爸一见 我爸和我弟一见 他们共用二楼的另一个卫生间 正对着院门的客房 放着四台发电机 和看监控的电脑 以后大家在这个房间里轮流值班 我爸在我弟的建议下 买了超大的显示屏 盯监控时不费眼睛 一楼客厅挨墙放置着物资 中间流出一大片的空地用来健身 其余只留下了日常吃饭的餐桌椅和沙发 影音房也用来存放物资 书房暂时空下来 我妈信誓旦旦的说 以后的大部分休闲娱乐活动 应该都是安静的看书 屋里基本已经收拾妥当 我和孟非开门去外面帮忙 院子里竟然有30多位工人 超能力果然强大无比 之前的围墙已经被加高了30公分 顶部铺了一层钢刺 围墙外正在安装电网 之前的大门也已经卸了下来 通通的响声 已经引来好几个邻居寻闷 我爸都用我和好颜准结婚 需要修整新屋搪塞过去了 交代完屋里的情况 我爸安排了一半的工人 更换兼顾隔音的窗户玻璃 一楼的大门 也换成了3万多的钢制保险门 他和我弟也抬了四大箱 进一年放进地下室 正中午12点多 我妈他们也回来了 出门的时候还是空车 回来的时候已经满满当当 除了加购的各种药品 后备箱和后座 摆满了装了医疗仪器的大箱子 上面细心的贴着大红的洗字 车先停在院子里 我们决定先吃饭补充一下体力 再搬运物资 好严叫了50人的团餐 干活的师傅们也很给力 相信了我们婚期将近 没到半小时就吃完继续忙活 我们也继续整理着繁多的物资 一直到太阳落山 院子的安房全部完成 加高的院墙 紧密的电网 刚置的三层保险大铁门 院墙上每个两米 就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屋内的窗户玻璃 也只剩下一楼的卫生间和厨房 还未更换 有洁癖的好严爸爸 简直是加正一把手 师傅们每安装完一个房间 他就风卷残云的 立刻清扫干净 不留一点灰尘和胶带 除了我爸陪着师傅们 其他人收拾好物资后 开始一间间房地贴近一年 整个房子井然有序 像极了成立很久的工厂 凌晨两点 我们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师傅 新换的院门紧紧封闭 院子已经打扫干净 三辆车整整齐齐 停在小楼右边的空地 屋内换下的门窗 也被他们拉走 房间里整齐堆放的物资 各处都是喜庆的红字 窗明激净 地板也擦得能反光 如果忘记即将到来的噩梦 我家就正向在过年 一片喜气痒痒 安静平和 虽说窗户和围墙 还需要一两天才能牢固 但总算完成了房子的 所有防御工程 我们都肉眼可见了放松了一些 两位妈妈烧了一大壶热水 我们每人都敞开怀 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 香辣牛肉面生棚的香味 只冲进鼻腔 QTA的面条滑入嘴中 香香辣辣 再喝一大口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森打 一整天的疲惫都消散殆尽 吃饱喝足后 我们一起定了值班顺序 今天所有人都过度劳累 不能再继续熬阴 所以采取一小时的轮岗 我爸率先失足 其余人洗漱之后 都各自进房睡觉 我妈在极度劳累之下 沾床就睡 我贴着身旁柔软温暖的手臂 耳边是他轻微的呼吸声 心中无比清醒 还好我和郝言赶回来了 还好我们都陪着彼此的家人 还好我们尽力做了准备 一夜无梦 再次被闹钟惊醒 已经是早上八点 我的整个身体 都像被沉重的铁筒滚过一遍 除了脑袋恢复了清醒 其余的所有部位都酸疼无比 大腿和小腿 更如同手中的酸奶一样贪乱 我扶着墙来到值班室 孟非正神情紧绷地钉着显示器 嘴里还大口地啃着面包 我站在窗边拉开窗帘一角 十月的天空湛蓝清澈 凝黄的太阳依旧热烈 与所有遮光帘都紧紧掩着的屋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时眼睛漫出生理性内水 就在我低头擦眼镜的空荡 孟非突然起身拽着我 看向闪烁着暴警红光的显示屏 院外有人 我立刻放大监控画面 让他叫醒其他人一起过来 离院门五十米远的方向 颤颤巍巍地走过来一个身穿黑衣的人 距离太远 我顶显示器 其余人到一楼门口接应 都拿好对讲机 人影越来越近 可是越看越熟悉 我妈突然推门进来 凑近显示屏 看了一会儿后 满脸震惊地转向我 是外婆 还有二十米 人影渐渐清晰起来 黑色马卦 黑色长裤 老年不斜 手上提着一个熟悉的蓝布包裹 里面装得正式高中时 每个周末都会准时送来的鸡汤饭盒 我妈一直紧盯着显示屏 外婆一直坚持不拿拐棍 你怎么这时候跑出来了 算了算了 你快进来 马上给你开门 我妈很受无奈 这两天 她千叮咛万主妇舅舅看好外婆 还送了两车物资过去 让所有人不要乱出门 可是压根没人当回事 我松了一口气 拿起对讲机 跟其他人通报 是我外婆 没被感染 可以开门 我爸站在院门后 转头向二楼看了一眼 我拉开帘子 对他比了OK的手势 他点点头 先打开电子防爆门 又拿出钥匙 把最外层的栅栏打开 我也迅速停下电网开关 十米 五米 三米 就在外婆即将进门时 院门右侧 突然歪歪扭扭地 冲出来一个血润模糊的高部男人 挣扎着身体扑向外婆 我爸拿着一根长棍 对准他只剩半张脸的头颅 劈了上去 好言和他爸爸 也跟上前去扶起 被吓倒在地的外婆 显示器一片混乱 只能看到几人的背影 我冲到二楼窗边 人又什么都看不到 远处却突然又摇晃着 冲来几个人影 冷汗从我的头顶爆出 一下子蔓延到后背乃至全身 我拉开窗子 几乎嘶吼出声 快回屋 还有丧尸 电光火时间 几人拖着我外婆 终于进了院门 我爸用力地拉上铁栅栏 突兀的声音在安静的村庄里 仿佛某种大型鸟类的鸣叫 远处的几个人影 好像更兴奋了 加快步伐冲向我家 此刻除了我所有人 都挤在院门帮忙 我妈掺着惊魂未定的外婆 其余人七手八脚地锁上防爆门 我看着所有人退到院中 用力按下电网开关 没过几分钟 那些丧尸就贴住了院墙 电网响起一阵呲啦啦的声音 空气中瞬间弥漫其腐肉烤熟的恶臭味 好像使用了几百年的汗测爆炸 我挣大口喘着气 猛地吸进这种味道 被刺激到呕吐出一大滩酸苦的碎渣和黄水 鼻涕和眼泪也混合着流下 狼狈不堪 所有人已经进了楼内 我顾不上形象 胡乱抹了一把脸 三两步奔到一楼 外婆被我妈扶着坐在沙发上 脚上只剩下一只布鞋 脸上还是慌慌害怕的神情 孟非和好言妈妈详细地检查所有人是否受伤 每个人都满脸通红 大汗淋漓 安静地大口喘着粗气 没人说话 给外婆解释完现状 又安慰她睡下一时两小时后 正午两点的温度上升到了30度 院子外的丧尸被电后仍旧没离开 像一堆肉去般如动着身体挣脱电网 顶着残破的脑袋绕圈晃涌 哪怕门窗紧闭 恶臭味还是慢慢渗透进来 早饭被我拖了个干净 肚子已经发出抗议的空想 哪怕毫无食欲也得进食了 我熬上一大锅绿豆汤 没撒白糖 凉拌了一盆鲜黄瓜 扔进去两大盆蒜末和小米辣 又热了一大锅 卷着小葱和油辣子的花卷馍 饭香一满了整个厨房 目前又轮到了我爸值班 我让好言和孟非 把饭端到远离院门的二楼房间 招呼所有人上楼吃饭 每个人脸上都是奄奄的神色 清脆爽口的黄瓜 也积不起任何食欲 松软喷香的花卷 吃得像干把无味的白辣 哪怕我们之前做足的准备 所有人心里想的 还是灾难不会这么快 蔓延到我们这里 如今 五十无华的恶臭直白地 向所有人宣战 迎接这场灾难吧 渺小的人类 又这样过了几天 还是恶臭营绕 所有人都没有食欲 半夜还总会被丧尸 突然的响动惊醒 好言提议 把外面一直围着院子 绕圈的五只丧尸消灭掉 得到了一致同意 说干就干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所有人根据商量好的方案出动了 我爸 好言爸爸 好言 孟非 四个男人上前线 我妈 好言妈妈 外婆 负责开关院门接应 我仍旧负责监视及指挥 出门的四个人 里面穿着长袖长裤 身上除了关节活动处 都绑上了三四层厚胶带 又在最外层 套上了掏粪池专用的胶衣 头上也盖着轻便的电动车头盔 我爸改良了之前的长棍 前端紧紧绑了一把长支柄砍刀 棍上贴了一层防滑橡胶 好言爸爸 左手拿着警用PC盾牌 右手握着防爆叉 像极了学校保安防恐演练的装扮 好言左手拿了他爸爸 脱关系买到的警用麻醉枪 右手也拿一把大砍刀 孟非是个动漫迷 他之前在淘宝化重金 购入了鬼灭之刃中的 阴住的两把热轮刀 等大 还开过刃 现在威风凛凛地捏在手中 我们没敢用对讲机 夜晚的村庄格外空旷寂静 一点点声音都可能被注意到 如果引来更多的丧尸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所有人建立一个微信群 开着语音通话 带着蓝牙耳机 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着行动 月滑角节 凉风袭袭 桂花的清香 混合着腐蚀的臭味 包裹着整个村庄 十一点半时 院外的丧尸 移动到院墙的后侧 远离院门 我轻声说道 可以开门了 我妈他们站在院门两侧 轻手轻脚地打开防爆门 丧尸没有注意到 仍旧像无头苍蝇一样 机械地乱走着 可栅栏门的声音还是无法避免 上前线的四人一出门 就遇到了被声音吸引过来的两只丧尸 好言爸爸用防爆叉 扼住前面丧尸的脖子 我爸手起刀落 顺利砍下第一个头颅 孟非用砍刀 把第二个劈倒在地 好言高高扬起砍刀剁了下来 很好 出师大劫 解决掉两只 向后转 有一只正过来 我急急出声 四人整齐怀疑地转过身体 孟非跳起身 砍下第三只丧尸的头 左手扶着砍刀单膝跪地 潇洒地甩了甩头发 所有人都正愣了一瞬 满脑子中二的高三声 果然任何时候都热血了起来 我觉得他此刻肯定觉得 自己狂霸炫酷率炸了 脑袋里指不定正循环 播放着歹瞎后的BGM 无语 无奈 无瑕 吐槽 我赶紧通知他们 前方两只丧尸一起跟了过来 我爸扯住了又想上前的孟非 继续用保守安全的防爆叉 先挡在砍 消灭了最后两只丧尸 接着就是搬运尸体 我爸和好言爸爸 把武器先放到院门口 一人一头抬着尸体 孟非和好言则拿着砍刀 一左一右的护卫着向前走去 把尸体放到了50米远的林子里 来回几次才弄完 我始终盯着显示屏 手心攥出了深深的指甲印 还好没有意外 所有人安安全全地回到了院子里 我妈他们快速锁好院门 我也给电网通上电 好言妈妈指导着四人脱下衣服 清洗消毒 半夜三点 这场战事终于全面结束 我们都围在客厅 进行了堪称激烈的复盘 首先就是孟非的脑袋上 狠狠挨了一巴掌 我妈破口大骂 以后再装就把你揍成沙包 众人接点头附和 其次就是武器的改良 麻醉枪用不到 砍刀也只用带一把 防爆差作用很大 盾牌虽然笨重 但是近战中必不可少的保护 下次好言的麻醉枪换成盾牌 弄非则只用带一把砍刀 果然实战出惊艳 我们对丧尸的恐惧 随着这场战斗的落幕减少了不少 再怎么可怕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也害怕大刀棒锤 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毫无希望 收拾洗漱后 其他人都拖着身体躺下了 最近的值班方式 改成了每人四小时 上前线的四人 今晚被特赦休息 目前沦手的是我妈 我睡不着也陪在他旁边 屋内没开灯 窗帘半开 凌晨的月亮正像云黄的玉盘 夜空上万里无云 星光点点 高大的树丛枝叶佛梭 隐隐绰绰 我枕在他腿上 看着这个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村庄 没来由得很啰嗦 月亮让我想起来 小时候你教我背过的古朗月行 少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又一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感觉好久没有看过 这么干净的月亮了 连星星都闪耀得如同钻石 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 才见过这样的夜晚 一直匆忙前行的人类停下了 地球好像终于从肮脏的污水 和浑浊的气体中正拖出来 终于能用电体鳞伤的身体 喘上一口气 于是他用安静的 风动的 冷漠的眼神 俯视着这场厮杀 无动于衷地屏蔽掉子民的呼救 许是地处偏僻 我家还没有停水停电 陪妈妈聊一会儿 后我又冲了个澡 舒服地滑进被子里 沉沉入梦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正午 浑身汗津津的 脑子里还参与着 昨晚琐碎的噩梦 丧失黑洞洞的眼眶 和露出骨头的伤口 仿佛还在眼前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 都一切正常 入冬的天气 已经十分寒冷 我们没敢开空调 外界的声音有些大 值班室和白天活动的一楼 各放了一个小太阳 有时候我外婆 还会架起一盆炭火 地下室的羽绒服和棉靴 也都被拿了出来 所有人都裹得鼓囊囊的 棉睡衣加羽绒服 棉裤扎进后棉袜 塞进毛茸茸的雪地靴里 美人的床上 也加了两三层鹿子 换上蓬松保暖的蝗绒被 每晚还有热乎乎的暖水袋 几十天前 已经停水停电没信号了 但是有好几台发电机 和囤的大量的桶装水 除了无法打电话 上网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大的改变 偶尔有一两只丧尸 经过院门前敲打 通过四人的配合 也都力所地处理掉了 之前尸体的臭味 也随着气温下降 逐渐消失 我们的饭量逐渐大了起来 安心地囤着冬标 美人轮流值班 轮流做饭 才过了不到四个月 大家已经十分熟悉 现在的生活方式 好像人类本就一直这样过着 就是有一点无聊 漫长的无聊 为了保证精力充足 我们每天都保证十小时睡眠 唯一的正经工作 就是四小时的值班伦手 也就是说 我们每人每天 还有将近十个小时的空余时间 一开始 我们还会合理分配这些时间 看一部电影 看一本书 锻炼 下棋 打牌 打麻将 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慢 所有的娱乐活动 都变得毫无趣味了 我常常打开一部 下载好的电影后 只看了几分钟 就陷入了长久的发呆 我妈他们的麻将时间 也越来越短 好言跟我爸学会了十几种牌 也没有了玩的心思 除了每天固定的吃饭和锻炼 所有人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发呆 新人们久别重逢的心声聊干净了 恋爱的心计 也在日复一日的面面相对中消磨了 这个坚固的乡村城堡里 回荡着密密麻麻的口头禅 好无聊啊 无聊到我开始怀念起上班的日子了 怀念起不听话的学生 阴阳怪气的校长 细细扬扬的人流 城市夜晚的万家灯火 汽车的鸣笛 小吃摊的香味 外卖员的黄色衣服 菜市场的浆卖声 夕阳下骑自行车 钻进衣服里鼓鼓的风 人真是社交生物 太无聊的时候 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成为哲学家 漫无目的地去思考活着的意义 我甚至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 又一个通宵未睡的早上 我外婆亲手轻脚地来到我床头 递给我两百块现金 我迷茫地看向她 她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轻轻说道 今天是除夕 压岁钱得收好了 除夕 原来已经到除夕了吗 我的心里突然涌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开心 一咕噜爬起了床 结果前大声地回道 谢谢外婆 除夕快乐 来到一楼 我爸和好颜爸爸正烤着小太阳喝茶 梦飞脱了羽绒服 在旁边做俯卧撑 我妈和好颜妈妈在厨房忙活 我像个都军一样视察了一遍 抢过我爸的杯子 喝了一口热茶 把我妈刚切下的白萝卜塞进嘴里 晕冰凉凉 又有些轻轻的辣味 呛到鼻头发酸 嚼着萝卜 我蹦蹬跳跳地围着每个人都说一遍除夕快乐 风风火火地跑上了二楼 好颜正窝在直班室的躺椅上 身上盖着脏蓝的毛毯 眉头微皱 紧盯着显示屏 快小半年并能不出 她的皮肤更白了 黑发卷曲蓬松 肥下来挨到肩膀 一侧夹到碗后 两个脸蛋在小太阳的烘烤下翻着薄红 她看到我后 转头轻轻笑了起来 我刚听到你的声音了 然然也除夕快乐 心动如烟花般炸开 我冲过去埋进她的怀里 头发香香的 衣服也香香的 胸肌硬硬的 腹肌也硬硬的 她哑着嗓子 按下我还要继续往下探的手 紧紧地搂住我 低头在我耳边弥栏 安逸他们马上做好饭了 别闹腾 我抬起头 她的耳阔此刻和脸蛋一样红 双目迷离 粉唇诱人 我重重地硬了下去 一阵丝膜 软的双腿再到一楼时 饭盆已经端上来了 我妈炖了她最拿手的萝卜排骨汤 热气生腾 香味四散 大块炖的软烂的白萝卜 入口即化 先炒了一遍 再熬汤的排骨肉制紧实 我妈还放了板栗仁和土豆 粉粉面面 哽着喉咙吞下烫乎乎的土豆 再喝一口洒上碧绿葱花的热汤 四肢百害 五脏六腑都通透了 正吃着饭时 孟非突然指着窗外惊呼 下雪了 下雪了 窗前即刻凑满了高低起伏的人头 入目的景象极其壮阔 地面已经存了薄薄的一层血 圣洁的白色延伸到极远处 大片大片的雪花四溢落下 东西南北皆是一片白 丧尸的尸体看不见了 地面黑褐色的血迹和泥土看不见了 远处撞的破碎的车辆看不见了 白矮矮的村庄 就像之前无数个下雪的冬天一样 安静平和 我们也仿佛正如之前一样 团团圆圆地度过除夕 所有人围着窗子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外婆提醒我们抓紧趁热喝汤 稀稀索索地吃完饭 大人们开始聊起往年下雪的故事 我们三个小的久违地开始打牌 50K抢分 书的人脸上画王八 大家几月来的憋屈烦闷 好像都在安静的雪中飘散干净了 我们的心情变得昂扬起来 傍晚时雪还没平 地面的雪层已经堆得很厚 像一大片蓬蓬的奶油 我们开始洗菜剁肉 准备晚上的火锅 地下室的娃娃菜 只有表面两三层粘掉了 里面还依旧鲜脆 土豆 萝卜 冬瓜切成片 牛羊肉卷也拿出来了七八代 我们把锅搬到了沙发前的桌子上 煮开了香辣扑鼻的牛油料汤 牛肉卷裹满 混着蒜末和小米辣的芝麻酱 大大一口塞进嘴里 咀嚼中我的味蕾叫嚣着 快要哭出声来 再喝一口冰爽的可乐 愈鲜愈死 直冲云霄 什么无聊 什么烦恼 通通忘到九天之外 我们还活着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还能大口吃肉 大口喝汤 还需要矫情什么呢 这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很多 父母的辛苦 我们的不容易 职场的心酸 上学的枯燥 话题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 最后所有人干脆都挤到值班室 一起坐着首页 小小的屋子充满了欢声笑语 人气把窗玻璃熏上一层白雾 每个人的脸上都激动得通红 我从来没想过 大家的心能靠得那么紧 快一点时聊天还在继续 好言拉我上了楼顶 神神秘密地说 要送我一件新年礼物 他从楼顶的箱子里拿出收音机 倒过了很久后 一段充斥着电流的嘈杂声音 断断续续地播放出来 A成 A成 等十余省的丧尸 数目已经清零 我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和人民武装阿瑟部队 正在赶向所有省份 预计一个月内 实现全面肃清 请大家相信国家 我拉着他的手 眼泪喷涌而出 结束了 终于要结束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 想立刻把这个消息 告诉值班室的所有人 他把我转回怀里 下巴压在我的肩膀上 扶着我的背轻轻说道